打开github上面这个stable diffusion web ui colab 项目 地址我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 点击这个colab link 然后点击运行 这有一个warning 就直接点击continue anyway 然后点击run anyway 这里显示正在连接 好连接上了 然后这个是连接到你的google drive 选择一个账号 点击允许 这里会执行一段时间 好九分钟之后安装完成 这里显示了installed 然后这里这个绿色的对勾也说明执行成功 我们返回到github上这个项目 下面点击第二步运行的colab link 安装是只要安装一次 它就会将所有的文件下载到google drive上 但是运行是每一次都要运行这个脚本 所以我们将它copy到google drive上 这样下一次我们就不用打开原始的项目了 点击copy to drive 这个就是copy到自己的google drive上面的脚本副本 我们将原始的这个关掉 这里我们点击runtime 然后change runtime type 这里要确定这个硬件加速器是gpu 然后点击运行 continue any way run any way connect to google drive 然后选择一个google账号 点击允许 好这个运行需要一段时间 好过了大约10分钟 当出现这个public web UI colab url的时候 就说明启动起来了 这个窗口就相当于本地安装的服务器窗口 所以不要关掉就让它在这运行着 点击这个url地址 那么这个就是线上的stable diffusion 我们来试一下 这里它有一个内置的stable diffusion v1.5的主模型 好这个就是安装的全过程 有了 在这垂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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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垄uv